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段 也就是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七节 经文中说 当拿丹先知在夜间领受 神向他所讲的话 这些话是关乎神与大卫立约的内容 于是按照十五节所说 拿丹先知就按照神的末世 将神主父的一切话告诉给大卫 接下来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 是大卫在耶和华的约会面前感恩的诗篇 圣经经文平行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撒末尔记下七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 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讲的简单些 我们通过读这个诗篇 可以看到大卫对大卫之约的回应 是极有价值的 非常有神学意义的 他无比感恩也无比赞美 大卫从心目当中明白神应许的伟大 不仅仅是关乎他自己的家世 他的王权 他的国位 以及他王朝的延续 而是关乎一个被拣选的一个民族 一个神心目当中的以色列国 以及神所赐福的那被拣选的地图 而这一切都将不断的迈向未来有一位真正的弥赛亚 也就是来自于神的伟大统治者的王朝 大家可以参考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十七章一到八节 四十九章第十节 还有出埃及纪十九章的四到六节 民宿纪二十四章的十七节 还有撒末尔纪上二章的十节 大卫也深深的明白 自己和自己的家世 都是这个伟大的国和王朝的开始 他会有着荣耀的蒙福的过程 并且被引到蒙福的巅峰 那一定是荣耀的巅峰 神就是透过他和他的后裔 在地上的治理来统治全地 到后来最终会将这王权 引到并连接到大卫的一个后裔 就是那真正的受高者 基督身上 所以圣经当中预言这样的经文非常多 像撒末尔纪上十三章十四节 十五章二十八节 十六章一节 十二节到十三节 还有二十三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另外还有诗篇第二篇的六节到七节 八十九篇的三节到四节 还有整篇的一百一十篇 尤其是关于弥赛亚国的预言 与大卫之约和大卫王之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参考 以色亚书九章六到七节 十一章一到五节 耶利米书三十章四到十一节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三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还有阿姆斯书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 大卫既然是在约会的面前 也就是耶和华神面前向神感恩并敬拜赞美 所以借着神赐给他的先知启示的灵 他一定早已经知道这些应许 但是在明明知道这些应许的情况下 他仍然会对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神圣的恩典 其伟大和超越 感觉到惊讶和赞叹 所以他会说 耶和华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神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 耶和华啊 你看过我 好像看顾高贵的人 在大卫的赞美中 只有以色列的神 独一的圣者 那曾拯救他的子民 归到自己名下的 才能最终成全这一切的应许 大家可以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大卫同时也歌唱赞美 唯有这样的一位神 才配得不朽的称颂 因为神的应许确实 他立约的国度 必然存到永远 这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所讲的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的内容并不难 相同的内容 我们在三摩尔记下第七章也看到过了 所以可以作为复习 我们就可以把学过的内容 再重新回忆一下 有的弟兄姐妹甚至也可以 回过头来重新听一下 三摩尔记下第七章的录音内容 假如你还仍然保留着的话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请大家重点思想 神在大卫之约当中提到的四个方面 大卫的家世 他的王朝 他的国 和他的后裔 这四个方面 好的弟兄姐妹们 但愿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喜乐充足的信心 来到主面前 真愿以天父 以他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独经的每一天 我们今天 在大卫之约当中得以看见 神拣选大卫 也恩待他 而大卫自己也行在神的道中 一直都在踊跃努力的 要成为蒙神喜悦的人 这样伟大的神 和蒙他所爱的人之间的互动 之间的团契 之间相爱的关系 是何其的感人 又何其的吸引我们众人都有向往的心 你我今天 实际上都是大卫之约的受贿者 因为有大卫的家世 王朝和国 尤其是他的后裔 这后裔 尤其是保罗所说的 那一个子孙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都从他 得蒙福分 大家可以看 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就让我们既然 已经在大卫的后裔里蒙福 我们就一直 活在他的福分和同在中 因为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到永永远远 爱你们 感谢观看